妙香微德如来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 大方广佛华严经 普贤恨愿品 唐祭兵国三藏 般若奉赵义 耳时 普贤菩萨摩赫萨 称探如来 圣功得已 告诸菩萨及善才言 善男子 如来功德 假使十方一切诸佛 仅不可说不可说佛差 即为成数节 相续演说 不可穷尽 若欲成就此功德门 应修十种广大恨愿 何等为时 一者礼尽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贡养 四者忏悔业障 五者随喜功德 六者秦砖法轮 七者请佛注释 八者常随佛学 九者横顺众生 十者普皆回向 善才白颜 大圣 云和礼尽乃至回向 普贤菩萨告善才言 善男子 言礼尽诸佛者 所有尽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佛差 极为陈述 即为陈述 诸佛世尊 我已普贤恨愿立故 身心信解 如对目前 稀以清静身与异业 常修礼尽 一一佛所 皆限不可说 不可说佛差 即为陈述身 一一身 片里不可说 不可说佛差 即为陈述佛 虚空界尽 我离乃尽 以虚空界不可禁固 我此离尽 无有穷尽 如是乃至众生界尽 众生夜尽 众生烦恼尽 我离乃尽 而众生界 乃至烦恼 无有禁固 我此离尽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疲艳 父慈善男子 言称赞如来者 所有净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岔土 所有即为一一成终 皆有一切世界 即为成数佛 一一佛所 皆有菩萨海会围绕 我当昔以圣圣圣解 现前之鉴 各已出过变才天女 为妙舌根 一一舌根 出无尽阴生海 一一阴生海 出一切岩慈海 称阳赞叹 一切如来逐功德海 穷未来季 相续不断 敬于法界 无不周遍 如是虚空界境 众生界境 众生夜境 众生烦恼境 我赞乃境 而虚空界乃至烦恼 无有禁锢 我此赞叹 无有穷境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疲艳 父慈善男子 严广修供养者 所有进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诈 即为成宗 以各有一切世界 即为成数佛 一一佛所 种种菩萨 海会围绕 我以普贤恨怨立故 起身信解 献钱之鉴 惜以上庙诸供养具 而为供养 所谓 花云 曼云 天音乐云 天散盖云 天衣浮云 天种种香 涂香 烧香 墨香 如是等云 一一亮如须弥山王 燃种种灯 酥灯 油灯 竹香油灯 一一灯柱 如须弥山 一一灯油 如大海水 以如是等诸供养具 常为供养 善男子 诸供养中 法供养罪 所谓 如说修行供养 内意众生供养 射受众生供养 待众生苦供养 勤修善根供养 不舍菩萨业供养 不离菩提心供养 不离菩提心供养 善男子 如全供养无量功德 离法供养一念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百千巨之 那由他分 加罗分 蒜分 树分 玉分 幽伯尼沙陀分 亦不及一 何以故 以诸如来 尊重法故 以如说行 出身诸佛故 若诸菩萨行法供养 则得成就供养如来 如是修行 是真供养故 此广大最圣供养 虚空戒净 众生戒净 众生业净 众生烦恼净 我供乃净 而虚空戒乃至烦恼 不可禁固 我此供养 亦无有净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厌 父慈善男子 眼颤除业障者 菩萨自念 我于过去 无始结终 由贪嗔痴 发生口意 做诸恶业 无量无边 若此恶业 有体相者 尽虚空戒 不能容受 我今夕以清净三叶 并于法戒 极为成差 一切诸佛菩萨重前 诚心忏悔 厚不复躁 横住境界 一切功德 如是虚空戒净 众生戒净 众生业净 众生烦恼净 我差乃净 而虚空戒 乃至众生烦恼 不可禁固 我此忏悔 我此忏悔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疲厌 赴此善男子 言随喜功德者 所有净法戒 虚空戒 十方三世一切佛差 即为臣述诸佛如来 从初发心 为一切智勤修福剧 不惜生命 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差 即为臣述诫节 一一节中 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差 即为臣述头目手足 如是一切难行苦行 圆满种种菠萝蜜门 胜入种种菩萨制地 成就诸佛无上菩提 即波涅槃分布设立 所有善根 我皆随喜 即比十方一切世界 六去四身 一切种类所有功德 乃至一成 我皆随喜 十方三世 一切身文 即辟之佛 有学无学 所有功德 我皆随喜 一切菩萨所修 无量难行苦行 至求无上正等菩提 广大功德 我皆随喜 如是虚空借静 众生借静 众生夜静 众生烦恼静 我此随喜 无有穷尽 无有窮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疲厌 赴赐善男子 言情砖法轮者 所有静靶界 虚空界 十方三世 一切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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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为成中 一一各有 不可说 不可说 菩萨 即为成数 广大菩萨 一一叉中 念念有 不可说 不可说 菩萨 即为成数 一切诸佛 成等正觉 一切菩萨 还会围绕 而我悉意 身口异业 种种方便 殷勤劝请 转妙法轮 如是虚空借境 众生借境 众生业境 众生烦恼境 我常劝请 一切诸佛 转正法轮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疲厌 赴赐善男子 言请佛注释者 所有进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差 即为成数 诸佛如来 将于视线 波涅盘者 即诸菩萨 身闻 原觉 有学无学 乃至一切 诸善知识 我惜劝请 墨入涅盘 经于一切佛差 即为成数节 为于利乐一切众生 如是虚空借境 众生借境 众生夜境 众生烦恼境 我此劝请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疲厌 赴赐善男子 言常随佛学者 如此缩婆世界 毗如遮纳如来 从出发心 精进不退 以不可说 不可说生命 而为不失 剥皮为止 吸骨为笔 刺血为墨 书写经典 即如虚迷 为众把骨 不惜生命 何况王位 成义 聚落 宫殿 圆灵一切所有 急于种种难行苦行 乃至树下 成大菩提 是种种神通 起种种变化 献种种佛身 处种种众会 或处一切诸大菩萨 众会道场 或处身闻 及辟之佛 众会道场 或处转轮圣王 小王眷属 众会道场 或处刹力 及婆罗门长者居士 众会道场 乃至祸处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 众会道场 处于如是种种众会 以圆满因 如大雷阵 随其要遇 成熟众生 乃至视线 入于涅槃 如是一切 我皆随学 如今世尊 毕卢遮纳 如是尽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刹 所有城中 一切如来 皆亦如是 于念念中 我皆随学 如是虚空界境 众生界境 众生夜境 众生烦恼境 我此随学 无有穷尽 我此随学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日异业 无有疲艳 赴此善男子 言横顺众生者 未尽法界 虚空界 十方岔海 所有众生 种种差别 所谓软生 胎生 食生 化生 或有依于地水火风 而生住者 或有依空 集诸会墓 而生住者 种种生类 种种色身 种种形状 种种相貌 种种受量 种种族类 种种名号 种种心性 种种知见 种种欲要 种种异形 种种威仪 种种衣服 种种饮食 处于种种村淫聚落 成衣宫殿 乃至一切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 无足 二足 四足 多足 有色 无色 有想 无想 非有想 非无想 如是等类 或皆与彼 随顺而转 种种成事 种种供养 如近父母 如奉师长 及阿罗汉 乃至如来 等无有益 与诸病苦 为作良衣 与师道者 是其正路 与暗夜中 会做光明 与贫穷者 领得福藏 菩萨如是 平等饶益一切众生 何以故 菩萨若能随顺众生 则为随顺 供养 供养 若与众生 尊重成事 则为尊重成事 如来 若令众生 生欢喜者 则令一切 如来欢喜 何以故 诸佛如来 以大悲心 而为体故 因于众生 而起大悲 因于大悲 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 承等正觉 譬如 旷野杀气之中 有大树王 若根得水 枝叶花果 西皆繁茂 生死旷野 菩提树王 依附如是 一切众生 而为树根 诸佛菩萨 而为花果 以大悲水 饶益众生 则能成就 诸佛菩萨 智慧花果 何以故 若诸菩萨 以大悲水 饶益众生 则能成就 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故 事故 菩提属于众生 若无众生 一切菩萨 终不能成 无上正觉 善男子 如于此意 应如是解 以于众生 心平等故 则能成就 圆满大悲 以大悲心 随众生故 则能成就 供养如来 无萨如是 随顺众生 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夜尽 众生烦尽 我此随顺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艳 父慈善男子 言普皆回向者 从初礼拜 乃至随顺所有功德 皆心回向 禁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 愿令众生 常得安乐 无诛病苦 欲行恶法 皆惜不成 所修善业 皆素成就 关闭一切 诸恶去门 开示人天 涅槃正路 若诸众生 因其积极诸恶业故 所感一切 极重苦果 我皆待受 令彼众生 惜得解脱 究竟成就 无上菩提 菩萨如是 所修回向 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夜尽 众生烦尽 我此回向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厌 善男子 是为菩萨摩赫萨 十种大愿 具足圆满 若诸菩萨 于此大愿 随顺去入 则能成熟一切众生 则能随顺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则能成满 普贤菩萨 诸恨怨海 是故善男子 如于此意 应如是之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已满十方 无量无边 不可说 不可说佛差 即为成树 一切世界上妙七宝 集诸人天 随身安乐 不失儿索一切世界 所有众生 供养儿索一切世界 诸佛菩萨 经儿索佛差 即为成树结 相续不断 所得功德 若父有人 闻此愿望 必经于耳 所有功德 比前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乃至幽伯尼沙陀分 亦不及一 或父有人 以身信心 于此大愿 受持读诵 乃至书写 一似聚记 素能除灭 五无先业 所有世间 身心等病 种种苦恼 乃至佛差 即为成树 一切恶业 皆得消除 一切魔君 夜叉 罗刹 若揪盘图 若皮射蛇 若不多等 隐血淡肉 诸恶鬼神 皆惜远离 或时发心 清净守护 是故 若人送此愿者 行于世间 无有障碍 如空中月 出于云翼 诸佛菩萨 之所称赞 一切人天 皆因礼尽 一切众生 习因共养 此善男子 善得人生 圆满普贤 所有功德 不久 当如普贤菩萨 速得成就 为妙色身 据三十二 大丈夫相 若生人天 所在之处 常居圣族 稀能破坏 一切恶趣 稀能远离 一切恶友 稀能制服 一切外道 稀能解脱 一切烦恼 如狮子王 催浮群兽 堪受一切 众生供养 佛法浩瀚无涯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 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护名中华印经协会 在佛教其实很强调 就是我们一人 要成为佛 我们是要脱离 我们世界的任何的一个 就是会捆绑我们的元素 那是否在已经 就是烧金纸 给亡灵的话 是否也是会跟佛教的 就是要脱离我们任何的 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的愿望 还有一些的 就是我们之人间 人间的烦恼 就是我们烧金纸给亡灵 是否会跟我们佛教 想要脱离人间的烦恼 这件事情 是否会有冲突 我们刚刚有提到 人类的欲望无穷 那我们烧金纸给我们的祖先 就表示说 那我们的祖先还是跟人类一样 依然有那个欲望 那这就是跟我们佛教 对所以说我们佛教里面就是刚师父也有提到嘛 就是我们应该要消灭欲望 那就是所以烧金纸给我们佛教里面的佛法里面 是不是冲突的 好 关于这个问题呢 佛教里面没有绝对的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佛教是转化的法门 转化 就像祖先觉得他没吃饱 佛教就用蒙山施石这个法门 甚至有一些人他有烧烟供 就是把食物做布施给祖先 这也可以啊 但是呢 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 我给祖先食物啊 我给祖先烧很多啊 这是不究竟的法门 所以我们说呢 佛教最重要的重点是 我透过蒙山施石 我透过做烟供 乃至于透过烧纸房子 烧纸钱 我一边烧的时候 一边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甚至我可以 如果你有修慈心观的 南传佛教的 选勉淀泰国佛教的 你可以修慈悲心 那如果你是修秘宗的佛教的 你可以念咒语 念佛的真言 这都可以 那呢 透过这样烧的仪式 我们是 让祖先觉得我得到了 他得到什么呢 他得到佛陀的加持 举例来说 我们小时候 我们都不敢吃药 所以呢 那个医生就会把药 装在糖果 有没有 胶囊糖果里面 你看起来像糖果 但是药在里面 或是说我把药磨成粉 加一点糖 小朋友会觉得 我再吃糖粉 结果那里面有药啊 所以呢 金子 乃至于这些食物 乃至于这些香 这些拜拜的祭品 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方便 佛教里面 没有排斥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允许 这些都是方便 我们透过烧金子 祖先很开心 然后跟他说 你要念佛 你要去极乐世界 你要放下你的执着 你要放下你的贪心 你要离开痛苦 那他就会觉得说 所以今天原来烧金子 我得到只有金子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又念佛 我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很多的黄金 有无量无边的宝物啊 他就透过世间凡夫 看到的这个金子 而看到了 最后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所以佛教没有排斥 你不可以做什么 而是你要转化它 烧金子 我要透过 我烧一张金子 念一句阿弥陀佛 乃至于呢 我今天烧纸房子 希望众生都看到极乐世界 这个呢 在佛教里面有一本经 叫做华颜经 华颜经里面讲的就是 你要如何用心 善用其心 所以佛在华颜经里面讲 你看到草的时候 你要希望众生的善根 都像草一样 越长越茂盛 同样的阿 我们用这个道理套过去 我烧金子的时候 希望众生都能够看到 极乐世界好多钱啊 好多黄金 这都是欧弥陀佛的功德啊 我烧纸房子给祖先的时候 希望大家看到极乐世界 欧弥陀佛的功德 有这么多清静庄严的楼阁啊 这么多清静庄严的房子啊 所以佛教里面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记得 我们要透过修行 去转化它 我们不是只有烧给它 增加它的欲望 而是用这个方便 让它能够离开痛苦 得到究竟的快乐 去到极乐世界 诗实功德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种生 素网无量光伯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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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